早安TBS 陳建壞訊 帶您掌握國內外在即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要帶您看到 就有一位公測司機被大戰 真的是好暖心 因為他擔心機車騎士 頂著大太陽等紅燈會太熱 所以他就把車門給打開 讓騎士也可以吹到冷氣 根據一提today的報導 其實這個暖心的行動 被拍到的地點 就在新北市的新莊區 而影片曝光之後 其實有很多人按讚 是多達4萬多人 都讚想這個司機的行為 而這個司機 他其實後來也說了 他當然是因為擔心騎士會太熱 所以才會決定 讓他們也可以 透過車門打開的方式 也多少吹到一些冷氣 而網友當然是大讚 說司機非常善良 而且也很熱心 但就有人擔心了 說司機這樣的行為 會不會有可能被檢舉 在離站開門 好 接續要帶您看到的是 在昨天的深夜 其實有一場民族的盛事展開 也就是在宜蘭投城的搶鍋 今年總共是有12支的隊伍來參賽 而其中獲勝隊伍是靠著逆轉勝 成功的聚下了順風旗 根據莊社還有自由時報的報導 其實這一支順利的奪勝的隊伍 叫做松盈營造隊 在短短的30分鐘內 就成功聚下了高達13層樓高的 順風旗順利奪冠 而其實這個比賽還蠻困難的 因為參賽者是需要在 塗滿牛油的大山目上面 是以疊羅漢的方式來爬升 同時要以危險的倒翻棚的方式 登上孤棚的平台 最終才能砍下順風旗要來決勝負 而以勝利隊伍來說 其實在一開始 也就是攀爬孤住的階段 其實他們是第三個翻向孤棚的 速度不算太快 但是最後是靠著逆轉勝奪勝 而現場其實也有超過上千名的民眾 一起來共襄勝聚 好 接續要帶您看到 有人說他自己一個人去參加婚禮 而且整桌就只有他自己一人 不知道這樣您可以接受嗎 還是會覺得好像有點奇怪呢 因為就有女網友PO出自己參加婚禮的過程 沒想到就引發議論了 根據ETTODAY的報導 這個女生她說她特別從高雄搭車到花蓮 參加閨蜜的婚禮 但沒想到到了現場之後 發現這整桌怎麼會只有她自己一個人 讓她覺得非常委屈 甚至還哭出來 最後是提前離開 而把整個過程PO上網之後 新娘也趕快解釋了 她說因為這一桌是有這個賓客臨時缺席 所以才會導致尷尬的情況 但事後也有一些親友是幫忙出來 反駁這個原PO的說法 她就說這名女生根本就是因為當天遲到 而且也拒絕別人的邀請 批評她這樣子的貼文根本是在顛倒是非 而底下也有不少網友是紛紛留言了 說這個女生雖然覺得很委屈還被氣哭 但是這應該私底下跟新娘反應就好 實在沒必要PO在社群平台上面 來公審新人 好 我這次要帶您看到 如果您很常看這個YouTuber 也就是波特王影片的話 可能會發現有蠻多影片都不見了 而且這個刪除的影片是多達485支 而根據ETtoday的報導 其實這回必須刪影片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波特王跟這個前公司是鬧翻 而且經過法院判決 也確認這個YouTube的頻道 跟名字是屬於波特王的 只是還是必須要刪除當初合約合作的 485部的影片 因為按照規定 這個前公司是擁有這 4850片的這個著作權 而波特王也說 雖然這個法院的判決 對他是比較有利 但是他還是必須要刪除這些影片 不過看看這些影片裡面 其實有一支是跟前總統 蔡英文合作拍的影片 所以這一支也讓他特別的不捨 甚至波特王也說 在刪除影片的時候 是特別在重看了一次 但是他也說 即使這些影片未來再也看不到了 但是這些回憶 也會永遠的留在他的心中 好 最後要帶您看到的是 這個國際的焦點 也就是美國其實現在 是正在主導加薩天火的談判 但是美國總統拜登 對於以色列的總理 也就是內唐雅胡的作為 是不太滿意的 根據UDN的新聞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在結束再起返回白宮之後 其實他就批評以色列的總理 對以他停火的談判 做的努力實在是不太夠 而拜登也說 以他雙方非常接近 達成最終的人質協議了 不過內唐雅胡其實是並沒有盡全力的 但是拜登也說他還是對這個整體的談判 是抱持著一定的希望 但同時又美國官員透露了 他說如果這個以他雙方不接受美國 在這個未來幾週提出的最終版的協議的話 到時候美國有可能會幫忙放棄 幫忙停火談判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最即時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換給主播舒蕊